新北市跟高雄都發生了連撞車禍意外 一名男子開車行進新北市土城 宣稱吃了感冒藥 精神恍惚 路上又突然竄出一隻流浪狗 為了要閃避 撞毀路邊28台機車 另外高雄則是因為沒有保持安全距離 肇事駕駛先撞上前方三輛計程車 自己又失控 再衝撞對向執行計程車 五輛車連環撞 本來開得好好的 汽車突然往機車停車隔衝 機車瞬間像骨牌一樣一台接一台道 一路往馬路上橫衝直撞大約五公尺才停下 有的機車甚至被推撞到了人行道上 滿地破碎的零件鼠藝術超誇張 28台機車受波及 我想說我明明很安全地放在機車隔 為什麼會被移上來在別的地方 我也覺得很奇怪 身穿白色帽T的肇事駕駛宣稱 自己吃了感冒藥 當下有點慌神 29號晚間10點多 行進西北市土全區明德路一段 路邊突然衝出一隻流浪狗 為了閃避才會連撞機車 而在高雄也發生驚險連撞車意外 白色汽車側翻車頭一大半半 經被撞爛 幾乎變成廢鐵 一旁還有三輛計程車撞成一片 還有一輛計程車側身車尾都被撞凹 應該是那車 洗手太輕了 開在最前面的黑色汽車準備左轉 減速後才發現路口靜止轉彎 後方三輛計程車都有放慢速度 沒想到肇事的白車駕駛實在開太快 來不及減速追撞前方三輛車之後 自己又失控 再衝撞對象執行計程車 連撞四車最後還自撞護欄 我把方向燈取消準備執行的時候 後方就追撞 這一撞索性只有肇事駕駛輕微差錯聲 沒注意路況賠償費用可不少 記者綜合報導